第四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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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智利的一個地方叫做 北斗墓 北斗墓呢可以算是智利的一個 最大的漁業重鎮 由這個海上的這個 天水艇呢可以得知 它確實是一個漁業的重鎮 你看 居然有個潛水艇在海上耶 好妙喔 所以呢我們這次來到這個北斗墓呢 是要尋找一個超級夢幻的龜尊 這個龜尊呢 因為數量非常的稀少 但是呢它居然身處於 在這個北斗墓的某一個角落 某一個角落 這次就要去發現這個某一個角落 某一個角落 裡面去找這個龜尊 龜尊耶 鮭魚跟尊魚的混血 應該還蠻好吃的 好吧 我們出發吧 沒錯 這一次智利的終極目標 就是夢幻之魚龜尊 而智利可說是 夢幻龜尊的故鄉 這一次我們就從距離首都 San Diego三小時的 開始早起 回的夢是智利南部最大的漁港 百分之九十的城市人口 都從事捕撈漁業 優良的海灣地形以及地理環境 造就這個漁港的崛起 上至地光線 下至鮑魚海膽 只要你想得到的海鮮 通通都有 所以一定會有 夢幻之魚的消息 哈哈 而夢幻之魚 到底是有多夢幻呢 它又是什麼樣的魚種 我們到底 要在哪裡才能找到牠呢 San Mo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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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魚 你看講鮑魚鮑魚就來 San Moe 這是San Moe 非常新鮮的鮑魚 紅色的 You have a Drucha? 不少 很少 那它跟這個San Moe 比起來哪個比較好吃 那它跟這個San Moe 比起來哪個比較好吃 它跟那個 Drucha比較好吃 比較甜 外表的長相 是不是跟這個 有點不太一樣 它那個皮色也就不一樣 另外一種是很紅色的 早了老半天 居然連夢幻之魚的影子 都看不到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聽老闆說 這夢幻之魚 歸尊在當地 算是稀少的品種 連智利人 都很難見到它的 如山真面目 更別說買來吃了 所以建議我們 前去碼頭 看看新鮮的漁火 順便打開一下 夢幻之魚歸尊的消息 奇怪 不是說北斗莫是個大漁港嗎 怎麼什麼漁獲都沒看到 只看到一堆一堆黑嚕嚕 像石頭的東西被運上 這究竟是什麼東西啊 會噴水耶 你看像海參 像那個Cucumber 它會噴水 這個東西啊 對它們而言 是植物還是動物啊 是算一個貝類 算一個貝類 可是我沒有看到它的貝啊 它的貝在哪裡 這整個都是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實在是太怪了 這是一個超級異形 你看喔 上面還有沙蟲 這邊這樣隨便拉一隻起來 有沒有 這沙蟲難道是它的身體一部分嗎 你看它跑進去了 跑進去了 這沙蟲 呃 你看它的整個 呃 好可怕喔 居然有人要吃這個東西 而且還一船一船再回來 啊這個 你問它生長在哪裡的 這沙蟲 這沙蟲 這沙蟲在海底裡面 要多深 多深的海底 10米到20米 10米到20米 10米到20米的地方 所以要必須潛水下去 用那個刀子把它砍下來 對不對 所以用勾子 用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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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那個挖干貝啊 或是挖什麼東西 挖那個鮑魚 有點像 不過呢 這個東西它的 這個 賣價貴不貴啊 你們賣給人家 這個價錢好不好 對 一個好便宜喔 這怪玩意 叫做是Beauty 生長在深海之中 通常和珊瑚長在一塊 長相十分怪異 小媽 我老是覺得裡面 隨時都有東西會跑出來 真的很懷疑 這也算是海鮮嗎 要吃什麼部分呢 不知道把它剖開之後 裡面會是個什麼模樣 OK Killhead Killhead 它這個感覺上 它裡面還有豐富的這個水分 有沒有 它一打開之後是汁 而且我們剛剛一抱它 它一噴就 就是這個紅紅的啦 大哥你不要叫我吃我感冒 我現在很晚吧 很多水分都吃 天啊 原來裡面可以這麼大一個啊 天啊 這個你看 多大一個 以顏色色澤來講呢 非常好看 有點像呢 這個鮭魚的肉的顏色 很漂亮的顏色 但是呢 後面呢 夾到了一些呢 看似有一點點 這白色的地方呢 有一點點像它的 身體的這種 或是說一些 消化系統裡面 它吃一些海草啊 或什麼東西 但是這一顆呢 是他們愛吃的東西 他從小就看過這個東西 對 來 各位 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 吃這個長大的就對了 吃這個長大的 這個營養價值非常高 它吃了之後它感覺怎麼樣 對人的身體怎麼樣 它吃了之後 我沒有什麼油 蓋子 就是很多很多 蓋子 可能很多的養分在裡面 那一般的話 你媽媽怎麼煮給你吃 可以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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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生了嗎 可以幹嗎 直接生了嗎 什麼樣子 這是用用用用用用盾子 用燉的 用燉的 那他敢生吃嗎 大哥 大哥 來 什麼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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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rigo Nrigo 那整個都可以吃嗎 他都不用洗嗎 他挖出來這整個都可以吃啊 欸... 沒有... 沒有必須要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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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從那個... 深海乾淨的地方 對... 輕輕 把Pulet的肉拿出來清洗 包裝好後就外銷其他國家 其中除了智利人愛吃之外 日本人也對它是愛不釋熟 因為聽說異形海鮮還有壯陽的功效 這也太神奇了吧 正當我們想繼續找徐夢幻歸尊的時候 熱心的導遊Jack 建議我們 既然來到了鬼的夢 就一定要去看看這裡的巨無霸大鮭魚 這裡可是他的大本營喔 說不定還會得到有關歸尊的消息 很高興認識你 今天... 今天... 今天是好日子 今天... 天氣是好 今天的天氣很好 對不對 今天是適合去看它那個... 深海大鮭魚的日子嗎 今天是好日子嗎 真的喔 真的喔 對... 對... 而且你知道我們剛剛經過這個海邊啊 這海岸的線啊 我講真的 我好羨慕自立這個國家喔 他們呢一樣也是這個防海的國家 像我們台灣的海域啊 可能就顯現了 就沒有那麼乾淨 這邊的海真的超乾淨的 超乾淨的 有沒有 所以呢 因為你知道鮭魚的養殖啊 像我們之前在日本那個馬淵川 那鮭魚會選擇的水質比較好的地方呢 來培育它的下一代 但是那是淡水鮭魚 這次是海水鮭魚 這個鮭魚呢 這個鮭魚呢 在這個海域養殖的話 應該是非常的健康 而且很美味 好 現在不囉嗦 我們就跟著這個帥哥呢 我們去看他的鮭魚養殖場 走吧 OK,Let's go 3,2,OK 到囉 鮭魚的海上養殖基地 太棒了 沿途過來呢 我們現在距離這個岸邊呢 以我的這個目測法估計啊 大概有差不多2到3公里遠 但是呢 沿途過來的海域呢 一樣是依然清澈 見底 非常非常的乾淨 那我們現在看到呢 放眼望去的 你看到這個都網子啊 這整個呢 全部都是鮭魚養殖的基地 我已經剛剛這樣一回頭的時候 看到有鮭魚跳起來了 好 我們等一下要近距離呢 接觸一下這個 Simon Simon 我們要近距離接觸一下 這個鮭魚 好不好 走走來來看一下 智利鮭魚的產量 全球排名第二 每年的產量呢 高達50萬噸 我想 這和智利的地理位置有關 加上 它的海岸線長達4000多公里 所以造就了它漁業大國的封號 鮭魚呢 是主要大宗出口之一 而像這樣 在海上圈養鮭魚 也是常見的方式 也是智利當地的養殖特色 也是致命當地的養殖特色 這是午餐 現在要吃午餐 對 對 它一天要餵幾次啊 一天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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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就是我們海上鮭魚養殖場的 這個負責人啊 他就專業了 他說這裡呢 完全都是電子化 電動化的 因為我看到的機具啊 像有一根在那邊這樣 刷刷刷 一直甩 甩出很多的飼料 給鮭魚吃的 然後海風這樣飄過來 都是我們養魚飼料的味道 那個飼料是什麼做的 有60-70%的飼料 飼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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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飼料 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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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他命 素食油 那這個是哪一種品種的海洋鮭魚 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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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只有飼料 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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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kg 3kg 這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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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個看起來 他的 什麼顏色 哪裡 銀色 成長的時候 是有一點那個 綠色的斑紋 綠色斑紋 所以呢 這裡的飼料 是我 遇過這麼久以來 第一次遇到的海洋飼料 飼料 我們平常都是看到 河裡面的飼料 包括日本 包括之前的以色列 他們有一種那種飼料 還有一種飼料 都是養在河裡面 這是第一次看到海裡面的飼料 這個海上來的飼料 養殖場 完全採用自動化 除了定時的飼料 還有海底下的監視器 來觀察飼料 來觀察飼料們的生長情形 非常專業 所以每隻飼料 都長得白白胖胖的 要養出飼料化的飼料 絕對是不成問題 各位觀眾 經過了千辛萬苦 我們終於犯好了證件 即將要參觀飼料 飼料 南方的科學園區 這個科學園區裡面呢 聽說 有非常多的三星產品 什麼東西啊 我以為這裡是科學園區 結果現在是要來看飼料 你看香港科學園區 想要把我們的主科 但是天空背的這些海鷗呢 證明了這裡是海鮮工廠 所以呢 我們這個大鮭魚 都會在裡面出現 好 現在就跟著SEGA.net 想把我呢 帶大家一起去看鮭魚 走吧 海上養殖場的鮭魚 都會送到這家加工廠 來做加工 他們對於處理鮭魚的過程 十分保密 從卸貨開始就不准我們拍攝 連工廠裡面也不准進去 所以我們只好呢 在外面守候 看看有沒有機會碰到我們的 巨無霸鮭魚 這家公司啊 是不是都經營全世界的鮭魚 因為我覺得它的工廠 實在是設施太大了 兩千到三千多 一年還是一個月 一年 一個月 一個月 一年 那這些魚都是大概 通常都是從哪裡來的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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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裡就有很多的鮭魚來這裡 那個鮭魚大概多大 11、12公斤 11到1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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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尾 還是最大的 大家比一下大概多大 那個鮭魚 4 4 有嗎 沒有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 差不多到這麼大 真的嗎 這麼大耶 11到12公斤 那像一般 這個桶子裡面有沒有分size 還是所有大小都在裡面 11到13公斤 11到13公斤 11到14公斤 4公斤 5公斤 4公斤 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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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到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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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打開這一尾 這一種的魚呢 看到那個魚的 乘以三倍 就是這裡出產最大尾的魚 好 打開我看一下 全部都是鮭魚 而且我已經覺得很大尾了 哇 好棒喔 我喜歡吃鮭魚 把它拿出來 來 那個 OK OK 好重喔 這尾絕對有 差不多 我覺得 應該有10公斤耶 你問他有沒有10公斤 No 為什麼 有4公斤 4公斤啊 我的體力變差了 真的 我最近覺得我體力變差 我第二院沒有辦法 用手來測量 但是呢 以他的長度 還有他的專業 他說這一尾大概4公斤左右 各位 這一尾呢 將近 多少公斤 我看一看哦 我的身高 差不多將近80公分左右 媽媽咪啊 這一條鮭魚好大隻啊 超重的咧 手指拿都快斷掉了 但是精妍卻說 這在吃力當地 只能算是小寶寶你的尾才是 所以說 還有比這條更更更更更更大 好不好 你看到沒有 這是 Brother and a sister Brother and a sister 等一下等一下 Girlfriend 來讓我拿來看 這樣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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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我手指頭半斷掉了 不行不行 趕快拿下 拿下 坐坐 啊 啊 啊 這隻魚也被我破壞得太嚴重了 但是呢 你看到沒有 牠整個拳頭可以這樣把我吃下去耶 這隻算大尾了吧 7kg 8kg 8kg 7-8kg 7-8kg 這個鮭魚這個肉 非常的豐厚 我這樣摸一摸摸摸摸都是肉 這個鮭魚有沒有分牠們的產品 三年這麼大 一年四季都可以 都有鮭魚對不對 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都可以 都有鮭魚對不對 一年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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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個鮭魚啊 他們自立人啊 都是削哪一個部位 比較多 他們怎麼把它做後製的工作 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 中間這一塊 就中間這一塊 就賣了 對不對 頭跟尾不要 一年四季 一年四季 亞洲有些 我都是要整隻的 要整隻的對不對 因為頭可以煮湯啊 對不對 喔 你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真的very big呢 小馬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大的鮭魚 這簡直就像條鮭魚怪吧 不過 不是越大隻的肉質會越老嗎 這麼大一隻的鮭魚 油脂不知道是多不多 好不安心啊 哇 你看到沒有 這個鮭魚肉排 整個 它的側身部分 剛才我們看到的鮭魚是這樣對不對 把它的魚肉呢 片下來就是這樣子 這是公的還是母的 從肉可以看得出來嗎 肉是更多油啊 有有有 它這邊都有一層一層的油 有沒有 你看到沒有 那它這邊是裡面都工廠裡面 是人工在騙這個魚肉下來的吧 人工嘛 人工嘛 每一個都刀法犀利啊 因為能夠這樣切出這個魚肉的 一天兩天上班的經驗是不可能的 它這皮呢也蠻厚的喔 皮大概有個0.20.3公分 是大概多麼大小的這個尺寸呢 是肉質最好的一個狀態 消費者最愛的 厚度嗎 厚度嗎 它是這個 這個 中間的厚度 中間的厚度3公分 是最好的 他們這樣一片片的吃後 然後就要真空包裝出行 就要開始行銷到全出去的嗎 是 冷凍 我在這邊的市場 有沒有看到很多真空包裝的 因為那也是我們 唯一可以碰得到 拿來吃吃看的 像這一片呢 我很想現在趁它不注意的時候 就偷帶回家 是屬於新鮮的 但是也帶回家 嗯 這間工廠真的是保密到家 連我們想看個鮭魚片 都只能拿個幾片來給我們瞧瞧 說不能進去就是不能進去 連拍攝的時間都要來干涉 擺明了就是要趕我們走 沒關係 因為我們找到另一家工廠拍攝 這鮭魚除了切成魚片冷豆觸口之外 智利人還發明了另一種特殊的加工品 奇怪耶 這個魚看起來很健康 它為什麼需要刮沙呢 要我拿了一個湯匙 叫我在牠身上刮來刮去 因為我家我家你怎麼用啊 怎麼用 哇 把牠的肉刮下來耶 沒錯 因為這個鮭魚呢 每一寸肉 每一分肉呢 都非常有價值 都是錢啊 所以呢 大塊的這個身體上的肉呢 被騙掉之後呢 中間的骨頭的地方呢 千萬也不要浪費 就要拿來幹嘛呢 刮沉肉漿 這刮沉肉漿能做什麼呢 大哥 你怎麼做 這肉成這個 因為它肌肉上面有塊一塊的 對 切成一塊一塊的 切成一塊一塊的 像它铜層牛肉一樣 啊 我知道了啦 因為它這個肉呢 你看很兇過來之後 所以我其實想真的 再加一點什麼東西都可以變成 鮭魚球啊 對 對不對 然後如果說呢 如果說做成長型的話呢 可以幹嘛呢 做成鮭魚香腸啊 對不對 對 你看我是不是很厲害 這算了 麥芽 麥芽 還有漢堡肉 還有漢堡肉 這裡呢 然後這個 這個 這不要為什麼 對 就那邊剪一剪 只有這個了 只有這裡要 對 整條鮭魚用到一個淋漓盡致 除了魚頭之外 魚肉全部被刮得乾乾淨淨 剩下的骨頭呢 也拿去做成貓刺料 可以說是物盡其用啊 不過刮下來的魚肉 又要做成什麼呢 這真的是意外的收穫耶 因為我現在才知道說 鮭魚它後製的階段啊 是這麼這個 困難重重喔 因為到那個 魚香被取下來之後呢 還要到這個階段裡面 幹嘛呢 雞蛋裡挑骨頭 也就是說 像是煉窩 煉窩泡好之後 要把那個 燕子毛給夾掉 對不對 這樣才會整鍋的煉窩呢 比較乾淨 像這邊也是一樣喔 你看喔 有沒有 這邊有 一點點的 這個黑黑的 就不行 為什麼 這隻黑黑的是這個鮭魚的皮 這樣就不合格了 要把它去掉 這個工作喔 沒有想到他們會花這麼多的人力 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呢 剛才呢 我們剛剛問到喔 它這個經濟價值很高 我非常相信 為什麼 當我們這些東西 全部挑出來之後 經過冷凍的處理 壓制 就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像這樣子 這樣子的東西 對不對 像剛才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那個魚漿啊 哇 你看 整塊 好好的 但是這個漿呢 做出來之後 觀眾朋友一定想問 它到底呢 做出什麼樣奇怪的東西呢 哈姆 你看到沒有喔 這麼大一個 如果連結了這麼多個 就是一條大香腸啦 鮭魚的經濟價值一定很高 因為你看 從養殖開始到最後加工外銷 一連串的過程都非常耗人力無力 小馬我真的很想吃吃看 這去無霸鮭魚的滋味喔 還好 剛才跟工廠拿了片魚喔 咱們趕緊來吃吃看 遠在南美中的吃鯉鮭魚滋味是如何 烧鮭工夫真真好味 真好吃 哈哈 來到我們這個洪運樓啊 找到我們這個 從上海來的師傅 孫師傅啊 我今天有一件事情啊 要請你來料理一下 就是我們在這邊呢 智利當地的三文魚 而且它的鮭魚啊 怎麼做比較好吃呢 對不是 我們之前的把油裡煎一下 就比較好吃了 煎 油裡乾煎就對了 你說我們中國的廚藝有沒有 煎煮炒雜�燒烤 他說說這個師傅講說煎最好吃 那我們就煎了這一刀 對 把這個三文魚放點鹽 放點鹽 為什麼不知道先放鹽呢 先放鹽嗎 魚的水煙叫魚煎 肉比較擠 肉比較擠 對對 專業 魚先放鹽 讓它的水分先出來 好不好 那我們就照做吧 我們開始就這樣 可以捅一下 唉唷 乾煎 這個魚本身的肉質好不好 好 很肥啊 很肥啊 好 油脂多 所以煎這個三文魚 煎這個鮭魚 這個要煎這樣子 是小火煎呢 還是大火煎 你要煎 小火煎是不是 那火煎魚外面 外面揪到裡面不出來 好 上菜了 有沒有 好 乾煎鮭魚 然後呢 加上點泥頭 這樣這樣可以 可以 好 好 哇 放點鹽 好嘞 好嘞 欸師傅 你覺得這個鮭魚啊 是哪一邊位置最好的 你割渡在那裡最好 這裡這裡是吧 這裡最好 最肥啊 最肥的 對 那個小的刀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一樣可以可以 可以嗎 哎呀行行行 還有雲排 來吃雲排 有點酥酥的 表皮 肉質呢 它雖然說爆了一點鹽巴 之前就有鹽巴醃過 水分有出掉 只不過呢 乾煎完之後呢 這個檸檬汁呢 跟它剩下的一些油啊 把那個魚肉的那個水分還保持得很好 非常好 入口之後呢 三種合一 鹽 檸檬 鮭魚粉色的味道 好 接著再還有橄欖油的香味 好好吃 不誇張 這鮭魚肉簡直又是入口即化 你看看這煎到香醋的魚皮 加上柔嫩多汁的肉汁 配上爽口的檸檬 你們絕對想像不到這個滋味有多美妙 咔滋咔滋的鮭魚肉 全都是嘴裡邊跳舞一樣 齁 這和台灣買一般冷凍魚片的口感完全不同 完全沒有腥味或土味 這智力鮭魚也太厲害了吧 吃完了吃還想再吃呢 這時候 導遊Jack叫我們趕緊出發啦 因為他已經幫我們打聽到 夢幻鮭尊的秘密基地了 哇 欸 這裡風景真的很漂亮耶 很棒很棒 不錯不錯不錯 帶我來到這個地方是 我們要找什麼 我們要找鮭尊 鮭尊 鮭魚跟鮮魚的 Mix 對 Mix 真的嗎 有吃過嗎 我吃過 那這裡 那裡面多嗎 這裡很多 這個 這個 附近那邊有個雪山啊 這裡的河的那個 河水啊 我剛剛看到是湛藍色 是這邊的雪山的水 雪山的流下來 然後流到下面有瀑布 喔 流到下面有瀑布 這次我們要來試試看 來到這個 這個是什麼山 呃 這個叫 山東北斗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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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角下的這個 雪水呢 這個化成這個 流下來之後呢 看要在這個河裡面 看如何掉到這個 龜溪 這一次知道湛藍的藍 是怎麼樣一個藍 眼看到的就是這麼漂亮 清澈可以見敵 這裡的河光山色 美得就像是人間仙境 天靜美麗 杰克說 這裡是智利國家公園 平常都是一些觀光客 坐船遊河 但是卻沒有人知道 在這裡藏著人間美味 不過出發之前 我想咱們先請釣魚達人 教我們幾招必勝絕技 Hola Amigo Hola Amigo 這是我們今天釣魚的教練 這是我們今天釣魚的教練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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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看起來就是一個達人 為什麼從他臉上的紋路 可以看得出來 這什麼解釋啊 人家一定是常年在那邊釣魚的對不對 因為你看 這個歲月留下痕跡 對 他是不是他釣魚的這個 年齡有多少年了 大概45年 這個是神手 這是45年 45年耶 比我年紀還大耶 那你都是一樣在這個地 在這個區域裡面釣魚嗎 對 就是在這裡 在這裡 對 所以說這位 Amigo 他一定知道說 這條河裡面呢 哪個區域 哪個段落 魚最多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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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靠河那邊 要靠河那邊 有有有 那個水會動的時候 OK 來我先看一下他的工具 這是你的工具嗎 這工具 這工具 是 西班牙的工具 蛤 對 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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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幹娘的工具啊 好奇怪 沒有 這是耳料 喔 他把它放在這裡 這個亮晶晶的 有沒有 後來它陽光裡面 它會這樣一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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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用這個就可以了嗎 不用放什麼耳嗎 需要一些 就是說食物啦 食物 不不不 只有 只有 就是用這個 然後這個會咬動 只有這個 對 那你的魚乾 是不是一直要這樣子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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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把牠釣起來 噓噓 這個厲害了 這個厲害了 但是我的一直想說 牠釣魚的時候啊 是不是手會一直叫 唉唷 然後它會寫 不知道會多久 唉唷 它直接示範了 唉唷 就甩出去了 看達人的骨子 就知道它是高手中的高手 能不能釣到夢幻之魚 歸尊就全靠它了 達人說 其實我們不用過多擔心 在這裡呢 不管什麼魚都躲得很 一定讓我們是滿載而歸 哇 這裡真的太漂亮了啦 好像我們夢幻影球的仙境喔 有沒有 就隱藏在這個山林之間 然後前面有河 我家門前有小河 後面有山坡 好像歐洲有沒有 然後呢 感覺上呢 這裡面呢 就孕育了非常非常多 稀有珍貴的夢幻歸尊 因為好山 好水 好歸尊 哈哈哈哈 好 大哥 我們準備要換小船出發是不是 我們要換小船出發 對 OK 那我們走走走 它帶領我們去那個非常好釣歸尊的一個 釣的景點 走 太誇張了啦 我們剛剛只是船這樣開過來 它把魚竿丟給我們講說 就已經釣到了 就已經釣到了 是真的釣到了嗎 欸 真的耶 好像很重耶 很有感覺 大哥 太誇張了啦 我本來想說要到定點的時候 再做一個open 講說 哇 我們現在到了一個釣 釣的景點來 結果它就已經釣到了 各位 在這邊 在這邊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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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魚了 我看到魚了 滿大一條的 大概有這麼長 大概有這麼長 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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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是我比較早的那種歸尊 可是 這是我做節目以來 第一次這麼沒有鋪成的 一下子就已經釣到了啦 一下子就已經釣到了啦 哇 魚球 好厲害 好針手 水出來了 你看 有沒有看到 欸 大哥 盡量拍 那個...那個...那個水啊 很乾淨 有了... 來 我們讓它... 它有了...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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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耶... 耶... 我們掉了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Ghetto Ghetto Trucia Trucia 就是貴尊嗎 哇賽 欸 各位觀眾 你看一下喔 雖然我們兩高船沒關係啦 就全部入境 我們剛剛只是從對面喔 坐船過來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在對面那裡呢 他說要開到這裡來比較多魚 我們跟著他上船之後呢 在沿途呢 他就已經放那個桿子下去了 我還來不及反應他講說 欸你先幫我拿的桿子 結果Jack拿到的那隻桿子呢 已經上工了 Jack You're lucky one I'm lucky one Jack You're lucky one I'm lucky 想到我發誓 本節目絕對沒有任何作家 這真的是魚竿揮出去不到五分鐘 魚就自動上鉤啦 我的老天爺啊 這條河真的很多魚耶 只是確定 我們釣到的是夢幻之魚嗎 想法我很好奇 究竟我們要找尋多時的夢幻之魚 歸尊 它的真面目是如何呢 Truccia Truccia 他說 那你問他這一尾是大的還小的 這個Truccia是大的 中型的 中型的對不對 我想也是 但是這隻看起來非常非常非常的可口 它的整個身體的顏色是彩色的 有一點那種彩色的感覺 歸尊耶 哇 你看看 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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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歸尊魚 而且你看它的嘴巴 這是弓的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它的嘴巴你看 那個嘴巴這個部分呢 比較有厚道的感覺 你在往前勾 然後我說它的這個身體的有點彩色 是因為經過陽光照射之下呢 它復步這個靈片的斑紋啊 有陽光照射之下 它有一點這樣 彩色的感覺 這個釣點啊 這個釣點啊 是他選擇 他覺得今天這個釣點是最好的對不對 今天這個釣點是最好的對不對 為什麼為什麼 依據你45年的經驗你怎麼判斷呢 今天不該 沒有人 因為新興地比較少人 喔 比較少 這是一句我聽到 又很好釣的笑話啦 聽到一個45年釣靈的高手呢 講說為什麼這裡是一個好釣點 因為人比較少 但是你幫他講說 除了人比較少之外啊 這裡的環境問題 是不是也導致說 這裡的魚 它可以判斷比較多 現在比較好 因為水 就是現在那個水溫 讓他們全那個 那個鮭尊都會跑到這裡來 喔 水溫 對 水溫 那他怎麼 他們沒有拿溫度器去量啊 他怎麼知道這邊水溫比較難過 對那可是 對那就是 對那就是經驗 感覺 1月到2月他們就到 大火裡了 這就是夢幻之魚 鮭尊 它長得好漂亮喔 身上還可以隱約看到彩虹的顏色 跟咱們在以色列看到的彩虹鮭尾 有幾分相似 怪不得有這夢幻之魚的封號 達人說這鮭尊是淡水的鮮魚 只有在11、12月 才能夠在這裡看到他們的蹤跡 只是為什麼夢幻鮭尊這麼珍貴呢 其實是因為品種太過於稀少 全世界只有智利才有這種夢幻一品 肉質呢 又比一般的鮭魚來得細膩 所以才會在智利當地造成一股不小的迴響 大家平常它出來釣魚的時候 是不是要兩個人啊 沒有 但是我沒有說過 它通常都是喜歡一個人釣 一個人喔 所以它一個人要忙著 就要把這個 要把那個魚餡的那個釣耳呢 甩下到河裡面去 又要來超過這種河裡面去 欸欸欸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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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笑笑 你看到邊編了 欸剛剛到現在可以計算一下 不要剪接不要剪接 那是被我扯到了對不對 被我Lucky扯到了對不對 被我Lucky扯到了對不對 YA 我一直一次下去就釣到了 而且是被我亂扯扯到的 它不是因為來吃魚溝 這不愧是深愛的一個幸運小王子啊 魚竿才沒有辦法去多久 又有魚上溝啦 但是對釣魚魚翹不通的我來說 還真是有點困難 多虧攝影師和達人的幫忙 我才能夠釣到這夢幻歸尊 哇我的天啊 各位觀眾朋友 剛才那個Rucho呢 他把這魚丹甩下去之後 交給我到這一尾魚上溝的時間 前後絕對不到五分鐘 絕對不到五分鐘 四分鐘半 四分鐘半左右 就已經把那個魚呢 我就已經覺得啊拉到魚了 而且他說喔 這個不是一般人常常有的一個機會 就是欸我是亂扯扯到的耶 亂扯扯到的魚耶 對啊 欸這尾有沒有比剛才那尾大 這個比剛才那尾大 有耶 比剛才那尾大耶 有有有 有有有 有有有大一點 大一點大一點 有有有大一點大一點 哇 來洗一下洗一下洗一下 耶 我釣到一尾了 而且這尾呢 是不幸的被我們的鉤子 扯到他的胸 扯到他的肚子 然後被我給釣上來了 有沒有 歸尊魚 今天算有收賄了 Jack一條 我一條 好不好 我們再來一次好了 有耶有耶 這樣就掉到了啦 哈哈哈哈 又掉到了啦 又掉到了啦 哈哈哈哈哈哈 Jack我贏底了 耶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覺得我真的是 lucky one 太幸運了 而且我覺得我一尾比一尾 還要大耶 我剛剛就覺得說突然間覺得 有感覺了 就釣到了 這尾是母的 應該要把它放了 好 我們把它放了好不好 來 這個給我 好 我們把這個媽媽給放了 因為她不小心就有釣起來了 來 1 2 3 我們回去吧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為什麼呢 釣魚其實是一個健康的運動 沒有錯 但是一定要保持 它的整體的一個生態的底層 好不好 千萬不要爛捕爛殺 這樣的話永遠就沒有魚可以釣了 其實現在大家都應該要有環保的意識 這樣自然的資源才可以生生不息 而對於這樣擁有豐富魚群的國家 公園 如果你是觀光客 想當個釣客 都要經過智利當地政府的許可 拿到執照之後呢 才可以釣魚 只是這夢幻之魚的滋味是如何呢 幸福的小馬 我又是該品嚐它的時刻 沒想到這個智利的人啊 他料理的方式呢 花樣這麼多啊 很多啊 你要怎麼做都可以啊 對不對 有炸的 有煎的 有生吃的 有煮湯的 對 這個厲害啦 這是煎的耶 他在用起司耶 你有吃過嗎 用起司 我吃過 這起司放在上面 OKOK 我們吃吃看這個起司呢 他這樣的料理方式配上我們的這個 龜尊 好不好 好 我們自己釣起來了 來 那個我給大家看 好 交換一下 哇塞 哇塞 不得了啦 啊 太好了 太好了 來你吃完之後什麼感覺 哇 正點 正點嗎 來我吃吃看 哇 超正點 超新鮮 也沒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好吃喔 這起司香的魚上面好好吃喔 而且他肉質 他肉質真的很好 對啊對啊 這個這個龜尊肉質真的很棒 有一點 而且他顏色又好看 有一點那種小小的粉紅色的感覺 有沒有 看起來就非常的可口 嗯 嗯 啊 好 這個是什麼 Saviche Saviche這個東西是生魚啊 他用這個魚生啊 就是魚肉呢 弄下去之後呢 用一些那個 他也有用大量的那個香菜喔 這邊的人很喜歡用香菜喔 然後呢檸檬 然後加上很多的這個他們當地的香料之後呢 做成一種魚生料理 吃吃看這個龜尊 欸你這次換一點形容詞好不好 好 除了正點 欸新鮮肉欸 新鮮肉欸 新鮮肉欸 新鮮肉 好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檸檬很痠 欸肉超有彈性 而且不一樣 哇太幸福了喔 一口氣可以品嚐到這麼多種口味的龜尊料理 這龜尊的肉質真的不是蓋的 会拐拐拐拐拐拐 超有弹性的 你看 其实一般鲑鱼呢 没有什么口感 但是像龟尊吃起来 就会弹牙爽口 怪不得成为梦幻之鱼啦 2009年世界第一等 跨越整个太平洋 来到遥远的南美洲 在这个绵延4000多公里的 海岸限的国家里 除了大潭新鲜海产之外 还感受到 智利人民超级友善热情的天分 体会到当地辛苦的台商 是多么的努力打拼 见识到许多特殊的美景 这一切多不可思议 还让我们意识到 环保的重要性 希望大家一起来爱护这个地球 感谢上天给我这次奇妙的缘分 希望下一次 想要我还可以再回来 这个美丽的国家